H Mart与纽约侨豹报联合举办的第五届美东儿童现场会话大赛 将于6月2日周六在纽泽西Oopac County Park Amphitheater举办 比赛分成幼儿园、小学、初中三个年龄赛段 得奖者将有机会获得高达1000元奖学金级奖状 大赛现场为小朋友和家长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亲子游戏 让家人享受无忧无虑的亲子时光 让孩子享受自由创作的无穷快乐 杨燕原名杨新燕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享誉东南亚歌坛的巨星 杨燕祖籍中国河北 童年时在台湾眷村长大 他的父亲是当年蒋介石的侍从官 是丰派看守张学良的带队军人 他的亲姨父杨瑞福是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英雄 杨燕老师好 你好美丽的东方你好 谢谢 杨老师这次有一个计划演出的计划是吧 在母亲节期间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本来是没有想到要唱 因为好多歌迷 在纽约方面的歌迷 一直说 你最近都在东南亚表演 为什么不到纽约来表演 如果你要我们到飞到香港新加坡的话太远了 不如你在这边唱吧 我想说是不是太麻烦了 他说没关系啊 我们很希望听到你的歌 我们这么多歌迷啊 都希望能够再回味一下以往的歌曲 那我说好啊 如果你们有人主办 我就唱啊 没想到他们就真的要主办了 是吧 是在纽约 对我就说好 那这个地点呢 就是在曼哈特纽约 曼哈特的这个67街吧 就是林肯中心的旁边 有个小林肯中心 在那个地方叫Koffman Music Center 在那边表演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纽约市里面表演 从头到尾两个钟头都是我一个人唱 中间呢再加一下 我女儿在中间串唱 所谓的串唱 就是说我唱的时候 我要去换衣服 那他们就 他帮我出来唱两首歌 我换好衣服 我再出来 杨燕老师啊 您是出生于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 那在那个年代啊 就是这些正统家庭的父母啊 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子女去学这个唱歌 因为三叫九流嘛 那您是怎么开始学的唱歌呢 其实我家父呢 他是军人啊 而且家教非常的严 你看我爸的名字叫杨静举 静是举人 那么家里都是书香门第的 那么对于这种以前我们唱的所谓的秘密之音呢 就非常的反感 而且不喜欢 那么当我考上了这个歌唱比赛获得冠军之后呢 就有歌厅来邀请我唱了 然后家里的环境比较轻苦 一个月有5000块台币 那是多少年了 40多年前呢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嘛 我妈妈大概是暗自欣喜的在内心啊 可是我爸爸就一头怒水 就很反感 完了以后就不跟这个林伯伯来往了 就等于断结棚有关系了 那怎么办 但是已经签了约了 你不唱不行啊 因为所谓的 人家说什么又是有黑道了 或者三教九流的了 那你也不敢得罪嘛 那只好硬着头皮去唱 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唱的时候 因为歌厅里面都黑黑的嘛 就像电影院一样 中间一个spalight打到你 我一上台说我吓死了 我说哇都黑黑的 万一掉到台下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我好在我就慢慢的这样走 因为我读军校的 所以我就这个好像 不能说是踢正步了 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迈 唱完了之后呢 我爸再借我回家 可是那个打鼓的那乐队啊 那个老师就说 杨燕你唱歌啊 就像阅兵一样 像蒋夫人拿 拿着枪 对对对 因为我们受过军训的 那个腰杆很直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眼睛嘛 就是很正式嘛 对不对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想说我是唱完了 我爸就给我拎回家了 哪也不准去 就这个样子 所以才出来了 初中时杨燕参加台湾电台的 梁柱电影插曲歌唱比赛 获得双人组冠军 那年与他同时参加比赛的 邓丽君获得单人组冠军 18岁起 杨燕担任 我为你歌唱 及夜台北节目主持 因翻唱 林琴追分 迅速走红台湾 及东南亚 在演唱了苹果花之后 苹果花歌后的美名 不进而走 名声大奏的杨燕 除了出任群星会 星河等中立节目主持 海映香港歌剧院的邀请 主演歌剧《杨贵妃》 三个月连场饱满 杨燕的代表作品有 《王昭君》 《强威之恋》 《卡门》等等 原唱作品还有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一朵小花》 《交道》 杨燕旅获港台两地 远东十大首席巨星 香港十大歌星 中国时报十大歌星 香港星报十大巨星等殊荣 邓丽君既是他鬼故事的 忠实听众 又是他的歌迷 可是成名之后呢 你很快就被 这个誉为这个 台星之宝 是吗 对那个台星 所谓的台星之宝 就是因为啊 我在台湾唱出名了 还没有完全出名 因为我才出道了两年 算是一年半吧 第二年就被香港邀请 去香港表演 就是当时的 香港歌剧院演出 那个时候呢 我在那边演出 我也就像个 好像乖宝宝一样 你老板说什么 要表演什么 我就表演什么 那个时候他是因为 香港歌剧院 顾名思义 你必须要有个歌剧在里面 正好我在台湾演了一出 杨贵妃歌剧 我说那刚好 我有一个杨贵妃的歌剧 我可以在这边演出 那我就在那演出 因为这个剧呢 就是从这个贵妃醉酒里面 拉出来的 就是平剧的 贵妃醉酒 那中间呢 还让我唱金剧 我说啊 我都唱流行歌曲都没唱 你还要唱金剧 那就听了那个磁带啊 里面的苏三七姐 我就练了这么一段 中间呢这个剧里面 就是大闸会了 把这个汤明皇 去了这个贵妃那儿 去了梅妃那儿 然后贵妃觉得很寂寞 就在那儿找那高丽诗 赔丽诗在喝酒嘛 赔酒 那中间呢就又闹了 又又耍了 就把很多各类各型的歌曲都唱了 有台湾歌 有日本歌 有国语歌 有金剧 当然其中的苹果花这首歌曲 特别引人注意了 苹果花这首歌 因为它前面有段道白 这个道白是我自个儿加上去的 所以而且因为我原来是做播音的嘛 所以我对这个声音的这个表达 我很要求 那么对于这前面这一段呢 我就讲得非常的这个很入神 很入神 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在香港一会就 很快就红了 是不仅香港 整个东南亚都红了 对因为香港是一个基地嘛 如果你香港红的话 那东南亚一带都会邀请你的 所以就这个样子 所以东南亚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印尼啊 全部都邀请了 甚至日本也都去唱过 是后来就被誉为 苹果花歌后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那个当年呢 其实您跟邓丽金 差不多是同时代 稍稍比他大一点吧 大一点点 因为小的时候呢 我还读书嘛 嗯 那我记得我们一块参加了中华电台的梁山博主音台黄梅调的歌唱比赛 嗯 那他是单人组 嗯 我是双人组 我本来不会参加 那时候还在上高中吧 好像刚刚初三吧 好像初中 初中对 对对 初中对对对 那我家的邻居啊 嗯 他在抗力队里面 嗯 他就想要参加这个比赛 但是你知道梁柱他是两个人 一个是梁山博一个主音台 是 他必须要找个主音台 哦 那正好就就找我们邻居了 就是我就他家隔壁的隔壁隔壁嘛 嗯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唱 那个时候正好梁山博主音台 这个歌是风鸣大街小巷 我整本我都会唱了嘛 哇 所以我就说好啊 我们俩就去了 没想到我们是双人组的冠军 呃 就这个样子 我就跟他通过台 那时候我记得 我在表演 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我有看到他在那边演出 我就觉得 哎 这个小女生 很好啊 唱得很棒 很活泼 对 给我印象很深啊 对 没想到他冠军 我们也冠军了 哈哈哈哈 那我在香港演杨贵妃的时候 他也很可爱的到后台来看我 是我看到照片 对 当时那个有一个香港著名的作家 叫黄瞻 嗯 她是节目主持人 哦 对 还有我们 我记得在香港演出的时候 有谁 有谁 有梅艳芳 嗯 她是最前面的小妹妹 哦 对 为什么呢 我根本不记得了 我完全不记得 有一次梅艳芳到台湾演出的时候呢 我到后台去看她 她很瘦 那天也很累嘛 就躺在那个沙发上 一看到我说 哎 英杰英杰啊 你姓不姓我啊 就问我说 燕姐燕姐 你认不认识我 嗯 我实在想不起来 小孩长大了 都变样了 对不对 而且你又那么有名是吧 嗯 嗯 我说我也不敢讲话 她说 可以不可以的 我们两个压力 香港国家人全啊 我国家的时候叫风风 好晒晒过 我那时候在香港歌剧院 我跟你同台 我唱第一个 我叫方方 我说 哦对了 你说方方我就记得了 对 那么除了她之外呢 还有成龙 成龙是因为那时候七小福 嗯 在前面 在节目前面 就是说在我杨贵飞剧的前面 他们有一个杂技团 哦 就是七小福 我那个时候七小福 那时候成龙还没成名嘛 嗯 红金宝也没有出名嘛 嗯 还有什么什么 元彪啊什么的 杨燕1980年 与在美国行医的陈英丽携手 在事业的顶峰 急流涌退 淡出歌坛 旅居美国近40载 开始了洗手做羹汤的生活 跟一般家庭主妇完全一样 她育有一儿一女 在纽约长岛的家中 喜尽千华 装心致志的做贤妻良母 是啊 就是说您和这些好多艺人 尤其是邓丽君 走了一条非常不同的人身路 在这个当红的时候 就退下歌坛 然后远嫁一国 开始了一个这个 非常低调的 新生活 对啊 其实你说这样的一个生活 和你原来那种 充满了闲怀啊 掌声啊 这个贺彩声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您当时是怎么适应的呢 那个时候呢 歌坛几乎都结了婚了 除了吴敬贤 你知道演什么心心之我心的那吴敬贤 他还没结 另外谢雷还没结 就我 就我们三个人还没结婚 那我妈爸爸就急了 她说你不要再唱了 正好有一个自强爱国捐献活动 叫我们全体到国 就是美国来 这个慈善演出嘛 那我就说好 出来之后 我的一个学妹啊 就说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个朋友 我说好 在这个之前呢 在台湾的时候 还没出过之前 我的学妹就说 你唱了这么久了 有没有男朋友 我说还没有 她说我给你介绍个医生好了 我说好啊 结果后来 你心中情了是吧 没有 介绍医生啊 结果这个医生呢 还没空见我 那我也没空见 我也没空见他 你拽我也拽 对不对 结果我们就没见到面 两年之后呢 这个自强爱国捐献 我们到了关岛演出 完了有个就到 休斯顿再到洛杉矶 那他们说 要不到纽约来 我说好到纽约 他说到纽约 我帮你介绍一个人 帮你接飞机好了 我说好 结果就找了个 陈医生来接飞机了 之后我们认识了 七个月之后 我有一次 我就飞到洛杉矶 旧金山对了 飞旧金山 我去演出 我说陈医生 我要回去了 我不待了 因为我这边生活都成问题了 然后我先说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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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注册 注册 我说好 就注册的时候 人家就说 他的一个朋友就说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陈台 陈台是谁啊 我不知道陈台是谁 终于还是嫁了 可是我嫁了之后呢 我就发现 在美国的生活不是那么简单 不像我们在台湾了香港了 我们被人家伺候的像皇后一样 哇 到了美国全部什么事都自给自个来呀 那我刚刚到美国说非常的也是不太适应 但是我在想既然我嫁了 我这总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 可是每次我看到报纸 那时候我们只有世界日报嘛 就报纸 一看到报纸上有我们演艺界的朋友 我心里就很痒 我说如果我在台湾的话 在东南亚我还在演出 我在这个地方我得要做饭呢 我还得要清理屋子啊 可是后来我就想想 曾经有一段我真的我想说 这么苦的日子干嘛 没意思吗 对不对 那我妈妈也来看到我 也觉得好像好可怜 怎么这个样子 但我在想 只要来过来到美国的 都是带着一种奋斗的心境 那能够待下去 为什么我不可以待下去 我就这样想 而且我是结了婚的人 结了婚没多久又有孩子了 所以我说既然做个母亲 我就要有责任在这边待下 在这个地方抚养我的孩子 照顾我的先生 所以我就过着很比较平淡 平淡低调的生活 再加上我先生也是非常低调 他没事浇你一盆冷水 你就没辙了 其实您说您是很感谢自己的先生 当然 他没有把您当作一个大歌星 没有 好在他没有当 对 因为他觉得你不管怎么样 你结了婚 你是家庭主妇了 你就是我的太太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我也很尽责 我该做的我都做到 是 降服教职也是成就非凡 您的儿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师 他考上了耶鲁医学院 对 是 不过他后来觉得不太适合 他现在从事网络工作了 还是蛮优秀的 儿子女儿都挺孝顺的 是 女儿也非常出色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您这个教育两个儿女的这个 因为我本身是军人出生 所以一切都比较严格了 人家说虎妈虎妈 我还没到虎妈那个程度就是了 因为儿子大 所以小的时候管儿子比较严 比如说他功课没写好 我会教他半吨 最重要是要教他 就是不能忘本 我说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要祭拜老祖宗的 到目前为止 每一年过年年三十晚上 我都还会贴一个 因为你这不方便 有时候我就拿红子写个 陈阳市历代中青神位 贴在墙上 完了摆这个香 摆水果 烧了整只鸡啦 还有鱼啦 我们要拜拜 就是拜老祖宗 每个年三十晚上 今年三十也是都拜了 我妈跪的磕头 连我先生也一定要跪磕头 我儿子说妈 你怎么对了一张纸磕头 这算什么 我说不是这个 主要是一个意义 对 因为你没有老祖宗就没有你 你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 真的是很伟大的母亲 而且您的家呀 就是也是充满了爱的 是的 您呢还亲自这个天词 普曲写了一首 我真的很爱您 其实这首歌啊 可以分为两种意义 一种呢是 我是用一种 这个爱情的方式来表达 这首曲风 那两种含义呢 是一种是亲情朋友之间的 那另外一种是广义的 所有的广义是我们两岸同胞 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互相的交流 对不对 那就是希望两岸赶紧统一 和平统一嘛 这样都是一家人嘛 对不对 所以互相都是充满了爱嘛 您回过大陆吧 我回过记住 那个时候是中央电视台的 天涯共词时专访我 那个时候乔办啦 什么全部都招呼我 我去了 因为我主机是保定啦 河北保定 所以那个时候保定府的 乔办台办都特别的招呼 好热情好热情 其实我应该还在 在这个表达一下 就是我是抗日英雄的后代 我的姨父亲姨父 就是我妈妈 我妈妈叫石伟尼 历史的石伟大的伟尼 红灯的尼 那妈妈的姐夫 就是杨瑞福 杨瑞福就是沐一阳 符号的符 这个瑞士的瑞福号的符 杨瑞福 他是四行仓库 这个死守四行仓库的 这个抗日名将 对上海的 对在上海 对 那么其实我妈有个心愿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呢 我妈妈很希望找到姐姐 如果我妈妈的姐姐叫 妈妈小的时候叫石优灵 姐姐叫石优什么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她很希望能够再找到姐姐 多少年前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 我请了我的叔叔 来表述了 帮妈妈找 可是那个时候是说 听说我的姨妈 是到了河川的一个庙里去了 没有出家了 就是在庙里面 我妈今年95岁还在 但是我的姨妈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如果我能够透文这个视频 去找到我母亲的话 我太感恩了 找到我的姨妈 对对 我太感恩了 那在我妈有生之年 还能见见她和怎么样都好 那我的这个姨父呢 是现在站在河川 河川好像还有一个 她的那个很大的公墓吧 她也被分为这个 唱人英雄 唱人英雄 对对对 非常仰慕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够到河川 去到墓上去祭拜一下 才华横溢的杨燕 对绘画书法也样样精通 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随着子女长大 杨燕应邀回归乐坛 歌声响遍美加 东南亚 香港各地 她先后举行了 情戏东方之珠演唱会 歌舞升平夜上海演唱会 宝岛歌后杨燕 情牵苹果花演唱会等等 今年5月5日 在迈哈顿 废弗曼音乐中心举办的 母亲节金曲演唱会 是她在家门口举办的首次演唱会 华人设计师Sandy 亲自设计多件演出礼服 她的女儿陈佳佳 也到场客串表演 我有兴趣画画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 我说也可以拿起十起画笔 重新再涂鸦一番 看您的画相当有成绩 没有 两年前我在台湾开了一个画展 就各展 当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要去学画也不方便 要跑很远 正好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国内非常有名的大画家 李同心李老师 他好热心 他就是愿意指导我 杨燕的确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他不但歌唱的好 画画也画得好 而且非常热爱祖国 付出之后呢 宝刀不老啊 这个您的观众啊 粉丝啊 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样的喜欢您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啊 只是说有一次次 就是为华东水灾救灾嘛 我去了多伦多表演 那个时候是红十字主办的 就没想到我一唱呢 人家觉得 哟 你样子没变 歌声也没变 香港TVB就邀请我回去 那我就说好 就有一唱没想到 轰看体育馆三天票就卖光了 之后呢 就很多单位就不断的在邀请 当然我也是适可而止了 就是说我觉得以家为重 我有时间 我觉得那个时间点我可以 我就去 时间点不行 我还是拒绝了 这么多年来啊 您一直被人家称作是美魔女 没有啦 就美魔女 今天你看到你就不美也不磨了 荣荣华贵 没有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 你刚刚说了什么美 皮肤才八岁了 什么 对啊 那个是我 我在报道上看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 才开个人演唱会 那很好玩就是一个观众啊 有一个观众啊 他就举手 可是我正在唱歌 我不能回答他吗 我一面唱他不管了 他就一直站起来 杨燕小姐请问你几岁 坐下去了 我歌都还没唱完 又起来 杨燕小姐请问你几岁 我怎么办呢 因为我从美国回去嘛 对不对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我不回答也不好 直接了当的说 我几岁也不好 对不对 我就跟他讲 我说其实你这个问题呢 在美国来说呢 是美国人不喜欢人家问年龄 也不喜欢问你的收入 这算是比较不礼貌的 因为这是很private 而且很隐私 可是我知道你很爱护我 你是我的歌迷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 所以那时候我就说了 我那时候好机智啊 我说 OK 你听我的声音像18岁 看我的身材像28岁 瞧我的模样 像38岁 可是我已经过了48岁 就这样子回答 那个时候我刚好50岁 那杨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 您对美的看法 和如何这样保持一个持久的美 其实我觉得美啊 还是要内在美才好 而且发自内心的 如果你每天愁眉苦脸 你一定不美 同时有很多事情 你得要放下 我觉得我受我先生的感染很大 因为他很多事情呢 都不会钻牛角尖 以前我很多事情呢 我就非要第一 我非要100分 我做不好我就不行 凡事呢 适可而止了 就可以就好了 不要太强求 那我觉得慢慢的 我能接受他的观念 那我就觉得 还是要从发自内心的 一种所谓的 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 就是爱嘛 对 爱还有善 是吗 对对 还有诚信 你要有个人无信而不利 这个很重要的 对 你跟人家讲了 说什么什么 你得做到 做不到 你就直就了当地回答他 对不起我不行 不要说 可以可以 我研究研究 我再说再说 所以我就是凭着一种 一种好像爱心 爱心 对对对 善良 对对 呈现 对对对 我真的好爱你 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 如果能和你和你在一起 天涯海角也要跟着你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我想这个节目在国内一定播出 我也希望在国内 更迎娶更多的歌迷朋友 希望我的歌曲你们喜欢 也希望你们今天听了这个访谈 东方的访谈之后呢 对我有些了解 当然我真的好爱你 我真的也想去见你 杨燕祝福你 杨燕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